下午两点,国平28岁冠军发布重大官宣,樊振东伤心,刘国两痛施爱将,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视频开播前,麻烦大家常按点赞键,三秒后会触发特效,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视频。 我们接下来再谈谈国平最近的消息,众所周知,目前国平隔离结束后,马上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,那就是澳门的冠军挑战赛,对于国平的每一位主力球员来说,这场比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关系到他们能否在2022年取得一更好的开局,所以我相信所有主力球员,都会为1月份的这场比赛做好准备,取得好成绩,就在我们的一些主力部队正在准备训练的时候,国平的一位28岁的全国冠军,他也做出了退出国家队的重大决定,并且在下午2点发出官宣,我们看到28岁的国平大将马特,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长文,宣布退出国家队,不过我们也知道他这次只是退出了国家队,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退役,这也就意味着,他之后也可能会代表他所在的一些省份或者俱乐部,参加其他的国家比赛。 他这次选择退队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了,他也在他的一条微博中提到了原因,他说竞争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,再加上伤病等琐事的困扰,让他无法系统地提升自己。 所以经过思考,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,还不如选择快点退休。 所以目前来看,马特可能确实觉得自己在全队没有太大的竞争力,所以其实既然他不能获得更多为国争光的机会,那么或许如果他退役到省队,会有更多的表现。 提到马特,大家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他销球手的技术,他曾经在2012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,南单决赛中获得过一次冠军,而当时决赛中的对手是国平一哥樊振东,刚开始他是处于劣势,最终马特也以4比3强势逆转,击败了樊振东,并且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第二个冠军。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,他确实有一个不错的前景,而在2014年,他还代表我们的国拼,在东亚运动会上获得了男团亚军。 虽然最后近几年,他都没能取得辉煌的成绩,但他确实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,平时他作为陪练帮助樊振东,或者马龙的这些老队员做一些训练,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。 所以这一次马特忽然提出离队,可能会对樊振东这些队友造成一些影响。 所以说这对樊振东来说是一件伤心的事情,对于刘国良来说,此前他还提拔马特为国家队一队成员,现在他已经决定离开球队,相信刘国良等人是真的挺难过。 他失去了一名爱将,但是没有办法,毕竟我们也知道国拼,竞争真的很激烈,既然国家队不能取得辉煌的成绩,退队或许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除了国家队之外,他们还可以在其他行业大放一彩,如果他们能够做好的话,那么最后我们也祝福马特。 希望他在退队之后能够再有一番成就。